曾经是人人喊打的囚犯,看顾天乐如何逆转成为灵富平,灵黑粉的男神。看了过后更爱他了。 李若彤早前在微博上大骰和过顾天乐的合照。隔了23年,这对神雕侠侣一点都没有老到,好想吃了仿佛剂一样。事实上,顾天乐在现实生活中的个性也有如阳阔,是个忠于自我的性情中人,他的人生遭遇更如连续剧般高潮迭起。 顾天乐曾在自传写真书《学乐记》中坦诚,20岁时只知道讲义气,甘愿为朋友担下一切,当时的我年轻,有大好未来,但身边却围绕一群不正业的朋友,没多久就惹祸上身。 健兄弟抢劫被抓,他其实只是帮忙把疯的,却一肩扛下所有行则,就这么锒铛入狱。 不仅仍进了监狱,顾天乐还被他认为最好的朋友抢走女友,在对方和他坦诚真相的那一刻,他整个人炸了,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,开始在里面打架,打一次就增加一个月的刑期。 原本只一年多的刑期增加到两年整,因为那些可笑的男人之气,白白多浪费了一倍的光阴。 在里面无所依靠的他,认识了一位70岁的修女,他,教我怎样做人,他每次和我说话都会说到自己哭,真的好感动。 终于我清楚了,人始终要长大,不可以永远躲在自己的躯壳里,在原地太部。 这一段过去,在古天乐因神雕侠与大红时被挖出来,有人因此传采私下品性不佳,混过黑社会,他从未为此发怒或是多做解释,致敬业地完成工作,还有默默地做慈善。 受2008年四川大地震启发,眼见数十万人的嘉义西拳,他成立了古天乐慈善基金会。 古天乐慈善基金会自2009年成立以来,已捐进百所学校,古天乐小学和古天乐教学楼遍及广州、贵州、四川、云南等地,他从来不说自己捐了什么,捐了多少。 连这件事会被发现,也是因为大陆网友意外发现附近有移古天乐命名的小学,外界才知道他已逼掉刑善多年。 曾有记者打电话求证此事,古天乐透过经纪人表示,只本著作善事的心,不想讲钱,只要还有能力就会一直做下去。 而在本人面对面访问时,他则是完全不谈。 顾天乐早期话不多,也不太会修饰用词,内向又带点神秘的形象,总让人误会他冷酷,来台湾时也曾被误以为爱立不理,但其实他只是普通话说的不流利,发音不标准,他不好意思多说,钱粹保持沉默。 有人如此形容他,国语说得很烂,但是人很赞。 曾经入狱,曾经走偏过,顾天乐选择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,成为圈内难得挤进零拆柄,零黑粉的演员,甚至有网友激动地说,顾天乐是唯一不能对黑的演员。 他证明了行走江湖,人品才是最佳通行证。